男人为了复制蜘蛛侠的超能力 他握住对方的手 随着男人复制成功 囚禁他的铁烤被轻松破坏 不料却被巡逻的士兵发现 但士兵怎么会是拥有超能力的彼得的对手 三名士兵紧一瞬就全被解决 可就在彼得赶忙解救同伴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士兵偷袭 导致他复制到了女人的超能力 失去了超级力量的彼得不是士兵的对手 同时不知道复制了什么能力的他也无法用出超能力 可就当他被士兵打翻在地时 手掌只是触碰到了击毙 结果整个击毙瞬间就被冻结 紧接着炸裂开来 索性彼得及时抓牢才逃过一击 但一旁的士兵就没那么好用 静止被吸出飞机挂掉 可没等彼得庆幸 眼前的锁钩承受不住重量开始脱落 随着第三个锁钩脱落 彼得瞬间就被吸走 好在危急时刻一双手抓住了他 原来是博士及时出手 这才就回来了彼得 但整个飞机因为施压疯狂抄地面杂局